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我是胡凯纯 每年的6到9月是嘉义东石磕的产季 这里因为没有工业污染,海水纯净 养出来的磕饱满肥美 但随着大部分的磕农年事已高 年轻人大多不愿意返乡 让磕田逐年减少,产业走向没落 磕农二代黄飞龙与太太陈长花 两人努力将磕转型 基产自销不再供货给盘商 并发展地方小旅行 既由深度导览,吸引更多人来到这里消费 找出科产业更多元的可能性 肥滋滋的大肚子尝了满满的新鲜海味 Q弹饱满的鲜蚵 来自嘉义东石乡 没有工厂污染的纯净海水 一个人比较不好控制 这个需要比较需要体力 推着竹筏慢慢地往前进 今年四十多岁的陈长花 在当地算是相当年轻的女科农 这就是苹果啊 大概就才这边的了 每年的六到九月是嘉义东石科的产季 也是陈长花一年中最盲目的时刻 我们都用这样解开的 一般大部分都是各就要搁起来 这是比较快 但是这个线的话就会黏在上面了 如果有的直接拔就要拉掉 这样对那个海环境就会不一样 来自中国广西的陈长花 二十年前来到台湾 跟患有小儿麻痹的丈夫洪飞龙结婚 真的就是缘分啊 我不知道怎么 当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时间也很短 就是应该也不到 不到二十四小时 几个小时 我今天晚上吃一顿饭 第二点就去登记了 夫妻俩原本在台北工作 但十年前金融海啸大环境不佳 两人纷纷失业生活也因此有了转变 一开始的想法是说回来帮忙而已 这边也没什么工业区啊 这边对于我生理不方便来说 不容易找工作啊 最主要是说我们回来帮忙 然后我太太可以帮忙这个科的产业这样子 这是最主要 请人也是请不到啊 都没有人都是老人啊 没办法 如果要几个年轻的 他们去帮固定做了 你临时请人是请不到了 回到家里东时 虽然先生是科农二代 但身体的关系 家里大部分的体力活 几乎都由自己与公婆一肩扛起 因为开始的时候要听不懂台语 然后我那时候我伯伯就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我就不知道怎么进去 怎么吃不像我们说 它这个是因为它有一个 每个颗它会有一个备注 它都是在左边这边 然后我们刺进去就从左方这边刺进去这样 然后就朝上切掉它的韧板 靠着慢慢摸索好不容易上手 但婆婆也在这时候因病去世 从没踩过磕的它 勇敢接下这个担子 跟着公公一同出海 因为我们不是用马达 就是要这样比较慢 因为磕田靠近朝间带养分较多 加上低密度养殖不到一年不采收 成长花家的苛虽然数量较少 但品质相对稳定 开始也是有试过了 直到现在这边都会肥了 动作相当利落的公公 目前养科的家业就靠两人合作五间的默契 撑起现在的产量 其实蚵仔就是 大部分都是产季的时候就会比较肥 最肥美的时候就是从现在到中秋节前 这一段时间都会像这样有白白的肚子 但是中秋节过后 它产卵之后就不像这样了 家喻东石乡以科为主要产业 但大部分的劳动人口都和成长花的公公 差不多年纪都是七八十岁起跳 因为养科重劳力工作太过辛苦获利又低 很少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 当然减少很多 外游的情况很严重 我们这边很少小朋友 都是老人比较多 年轻一辈的油但是不多 也因为这样没有销售能力的老人家 把大部分的磕都交给盘商 这些年下来售价刻意被打压 看到这样的情形 黄飞龙决定要自产自销 当然我们品质是很好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么辛苦 就剖这些磕 结果它蹭起来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多 就是那个量 它脱金减减减的结果就是 我们的量就会减少 那我们养科这么辛苦 结果被它这样子偷进肩 我们就会心里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当然做品牌很冒险 但在黄飞龙的心里 这是唯一一件他能为太太做的事 像我之前是维修电脑 那现在如果要做别的可能也不太是 像尤其是比较劳力方面的更不可能 所以家里面这些比较劳力的东西都要考虑 对 它很辛苦 对啊 我知道 所以很舍不得 还好夫妻俩这几年经营下来 靠着好口碑有了稳定的客源 现在陈长花除了收磕剖磕 她也开始研发些磕料理 在网络上分享 其实烫过我是让它滴干水 比较不会出水 如果是让它在 它本来叫干水 除非就是让它滴比较干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用 所以我让它烫一下 比较不会出水 煎的时候比较不会喷嘛 先将鹅仔烫熟放在粉浆上加蛋一起煎到恰恰 这古早味的鹅仔灯除了有酒菜的香 还有鹅仔的鲜甜 也有成春花的人生滋味 有时候反正这样也是 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想 为什么我会变成做这个 以前小时候就是希望到都市去 然后经过到了我伯母家之后过了十年 然后过来这边也过了台北 然后要了一村还是回到县下 所以是不是没 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白水湖 人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或许老天爷早已安排 现在春堂花除了养科 它也带导览为科找新的出路 再过来一点点 这里 那边比较厚的位置 不够 不够 你要出到 好 瞬间力量 从没想过 平日的工作也能成为游客的活动 腼腆的春堂花 甚至为了要站在众人面前 还特地去上课训练自己 其实我真的 我之前我真的是比较 算是比较属于比较内向 然后以前跟人家讲话的话 都会脸红的 真的 然后就是因为去上课 上课的话 他就是都要自我介绍 他就是他那个理事长就是都要求我们 就是要练习拿麦克风 所以就是应该就这样就有一点习惯 就比较敢讲 会这么拼命 是因为他们知道养科必须得要转型 才有发展空间 因为就是公共年纪大了 到时候以后我一个人要去用课的话 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如果是准型的话我可以 就是拜游课的话 课可能就会少一点 就不要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在顾这个课 因为小旅行它可以带出不一样深度的旅行 因为像如果我们自己带着家人出去玩 可能我们就是看到表面的 可能人家就听解说完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深度旅行小旅行这种 它就是会让你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去体验 然后小朋友也对这个很有兴趣 然后从这个当中我们平常看 然后觉得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当自己实际下去操作的时候 发现它是有难度的 它是有诀窍的 让游客自己播客 从做中体验了解养科人家的生活 这个就是你太急着 太急着把它翘起来 所以你还没有切断 你就把它翘起来 所以这个就粘在上面了 因为小旅行它就是人数比较少一点 它大概就只有15到20人这样子 所以比较舒服 就是跟大型的那种旅行团 它一次都是四五十个 就会觉得好像不受重视 而且小旅行就是我们 可以体验的机会比较大 就是比起那个大团的那种 播完的科 陈彈花还特地将它组成面线 让大家一起分享 它这里的圣科很Q头 跟别的地方的圣科不一样 远渡重阳穿上花来到台湾 没想到却在嘉义东时 当起了青蛤嫂 靠着意志力撑起一家 也靠着拼近夫妻俩努力转型 共同撑起了这个 大量依靠人力的传统产业 发现它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一记红尘非己笑 让杨贵妃心心念念的甜美滋味 荔枝品种越来越多 最稀罕的玫瑰红 就在荔枝季的尾声 娇贵登场 一颗要价十几元 堪称是荔枝界的爱马仕 为了这些无比娇贵的精品 荔枝浓洋药黄 甚至砸下近百万 盖了一件水帘洞 细心培育 当初为了帮父亲守住荔枝园 让退役军人的他越挫越勇 不断尝试种植不同的品种 从价格低迷的黑叶 糯米荔枝 转型为顶级又稀有的玫瑰红 每年一上市 立刻功补应求 三人一组得默契十足 负责采收的眼睛得够力 才能赶在列举当头前 一举找出万绿丛中 马里红 炫兽把成熟的 找大力采收完毕 给他的力量已经很大 你不要以为他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我们工人非常非常很浅 现在我们请到的工人都是 七十几岁 八十岁的 这些人红的不好意思 给他太辛苦 跟他操劳 所以我们早上请他们 大概五点多钟一点 五点多一点 就来采收 七点不到八点 就赶快到那个棚子底下 在那边做出 农民看天吃饭的悲苦心酸 杨家黄从小就看在眼里 也打定主意 不愿往立枝园里钻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从军退休后 竟然得扛下重担 负责照顾这片家传的立枝园 爸爸后继无忍就希望他既然退了 就指望他接棒 不然整个都会荒废掉 老爸一直说他余心不忍 看到老爸都不愿意放弃 他一直坐一直坐 他膝盖里年纪年岁那么大 他都纯粹用人力 他照顾了两个品种 一个是黑夜 一个是那个若鸣 若鸣它不开发结果 气候运输 黑夜 它只要一出来 它就崩盘 当初我不太喜欢照顾这个东西 后来我想说 我把平反的东西把它做成不平反 你看它大不大 很大 心这里很多外星 你看这也是啊 好烫耶 它们叫鹅蛋 其实海岸岛它们叫紫粮喜 它紫色的 它现在还没有变紫色 紫色的妈妈就很高兴了 所以叫紫粮喜 它会越来越圆 它现在皮肤尖尖 这都还没长大 来到这 仿佛走进杨耀宏的 小小荔枝博物馆 里头还有它最新嫁接的新品种 特别不一样就是说 它蛮好吃的 但是它剥开里面的壳 它里面是粉红色的 吃起来有 有一点点那个 奶香味 现在台湾有吗 台湾没有 这是我唯一的 因为我是人气里面的 我们大概预计 大概三年后发表 我们栗芝从台农一号到七号 全部都种过 每一个品种都种过 那你想要耗多少 所以我们二十多年来 它很有经验就这样子 但最让洋药黄引以为傲的 其实是这款鲜红到如此耀眼的顶级玫瑰红荔枝 它不但散发出淡淡的玫瑰花香 更特别的是 它的底部还有一条超明显的缝合线 所以又被人称为拉链荔枝 这条线它由绿开始转黄了 它完全黄了 它就是现在九分手以上了 那这个荔枝就很好剥了 只要朝荔枝的屁股轻轻一捏 等它爆开后 再顺湿往两边一拉 就像是元宝般 晶莹剔透的白皙荔枝 剥的时候不但不沾手 一口咬下 则是juicy到爆浆 它在扒九分手的时候最好 它有闻到香味 又可以吃到它的那个甜味 如果说全熟或是够熟 它甜度非常高 它可以甜到那个糖度25度 这个是那个龙树手的记录 但是它那个玫瑰香气 它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十几年前 杨幼黄夫妻两 就是被它的外表跟香气 深深着迷 没想到全心全意投入后 这才发现玫瑰红碧枝 果然名不虚传 我比找贵 玫瑰红它在开花的时候 它绝对不能够有碰到那个下雨 就像下雨的时候 它受蚊就很困难 它开梅花下雨 就剪到一大半以上 如果小果大概米粒大到粒豆大的 就这个中间 再下一场大雨 它就快掉光了 所以有人说 玫瑰红是荔枝界里面的LV 我都跟他讲说 它是荔枝界的爱马仕 它更难 更难照顾 走在铺满通叶的果园里 宛如踩在厚厚的地盘上 软绵有弹性 杨妖红说 这样的草生栽培 可是保护荔枝果树的好帮手 而且为了照顾这些 焦滴滴的荔枝精品 夫妻俩不但全年无休 还自制多种有机酵素溢肥 让它们阴阳满分 结石累累 所以我们的本钱 在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是比较多一点 外面一般传统的话过十倍以上 那个公布也是过十倍 也是多十倍以上 每个月不停的 一个月三到四次 喷那个鱼体肥料 如果是太大的 太大的 对 没有 走出来 采收回来六百多斤的荔枝 得依照客户的需求 做不同的包装 其实荔枝来讲 应该是减一粒一粒 里面这个该筛选 荔枝 但是现在的消费者 他看到像这样掉下来的 他以为那个是掉果 磨果 他不喜欢这样 他要喜欢带梗的 这是因为消费期限问题 这啊 这都派的 要带条 哪里是派条 那个荔荔枝的 荔荔枝也不可以 那不可以 带梗的会比较费工吗 不要会工啊 就跳来跳去跳去 就都把时间都做掉了 只见大伙的双手从没停过 包装场宛如战场般 立刻不得闲 每年风有而来的订单 更是让杨耀黄顾暇应对 美女 妳好 我以前都找茅莉呢 我今天是很忙碌的 都在茅莉上 每天都找茅莉 都在茅莉上 正因为荔枝不耐久放 采收期更只有短短两周 尤其是当它们离开树体 超过三四个小时 表皮就会变得干裂 色香味尽湿 为了让莉莉皆辛苦的 傲娇荔枝 保有最新鲜味美的一刻 杨耀黄甚至砸下近百万 打造一间三十几坪的水莲洞 好 轮盘起来 我们在这里轮盘起来 把我轮盘起来 这个水莲外面 温度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几度 我们都不管它 但是到了这里面来 因为有加湿 有水莲的降温 它的温度大概在地下水的温度 也就是大概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或者说到二十八度 然后相对湿度 那九十一六度 甚至到九十七八度 这种环境 对莉莉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环境 所以它在这里面 可以保鲜很久很久 如此高档的秘密武器 可不是一般类枝农负荷得起 就连种植玉荷包的青农 也特地前来借用 目前杨大哥这边是台湾 唯一有冷链储存场的 所以我们来这边借 是让这个产品保鲜 就我们早上来看的时候 跟我们昨天下午 在树上采下来的品质 是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都没有流失任何水分 但是橙色啦 外表看起来也是非常漂亮 千万别小看 这整片用特殊的纸 制成的弯曲型帘子 它可是能让稀有的玫瑰红栗枝 保存近三个礼拜 玫瑰红栗枝它是 那个品质非常高 单价非常高 但是我们放在树外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浑风 热风 它会把那个栗枝那个壳 它把它吹干了 它吹干了以后它卖相很不好 我们就划钱了 就建构了这个猪蜡场 尽管万事俱备 但天宫不作美 当大伙忙着搬箱出货时 一场雷震雨突然来搅局 盗鱼 然后盗鱼 两三个 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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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收荔枝的人 它是几乎整天是湿的 因为你在采收的时候 好天气大太阳它流汗 阴天下雨 它淋雨 它也是湿湿的 所以采荔枝它的寿命就是 整天一如湿答答的 对于天气的顺喜万变 杨耀黄不仅相当有感 更透露出些许无奈 因为夫妻俩苦心栽种的 顶级玫瑰红 虽然一颗要价十几元 市场上供不应求 但始终离不过气候的异常 十几年来收成率不到一半 依照一般人是不是看了整个崩溃 可是我们看了 你想放弃 它没有 是我 我跟你讲 那值得吗 还是不要做了吧 你说是完全放弃 我真的是捨不得 跟我太太两个真的是很捨不得的每个人 我们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们每年的付出 投入的都没有赚到这个钱 但是我们已经搞了将近二十年了 那个都是我们感情 当许多小农抵不住亏损之际 杨耀皇始终带着一颗无惧的心 越挫越勇 勇不放弃 守护爸爸留下的毕之缘 为自己的第二人生 写下绚来飞夜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澳洲茶树的经济价值有多高 九年前开始投入有机农业的甘蔥糖 完全没有概念 他尝试了六十多种作物失败后 因为听闻澳洲茶树不怕水 因而种下上千棵茶树当绿梨 误打误撞下 让茶树成了主角 开启了茶树事业 其实甘蔥糖原本是期货操盘手 最高纪录一天可以赚三百多万元 后来的他为何会舍弃高报酬率的工作 甘愿用自己的双手踏实耕种 一起来听他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 你好 欢迎光临 请问今天要喝什么呢 推荐 有推荐玫瑰青茶跟甘蔗玫瑰 是我们自己种的 在新市种的 炎炎夏日 来杯手摇影真的透新凉 而这杯有着缤纷漸层的玫瑰甘蔗 其实是集结众多小年的心血结晶 因为我自己就是农夫 然后我知道那个产品销售的困难 我想说我既然有住到这么好的店面 我可以帮忙其他的蜂蜜 甘蔗小农 阿玉小农 所以我就找了农友 然后我就收购他们的产品来做成饮料 然后随便帮他们推销 同样身为小农 甘蔗糖更能感同身受 因为眼前这些没到让人陶醉的粉红玫瑰 可是他一手栽种出来的最新成果 我的玫瑰是完全用有机的方式去种植 那我就先去做一个自主检验 有411种农药 我们是零检出 人家说越鲜艳的花朵不但带刺 有些还可能深藏剧毒 不过这一大片2500多颗玫瑰 甘蔗糖始终坚持不撒农药 还用更娇贵的方式让他们日渐茁壮 不要弄湿了 全湿都湿了 你走开啦 你放开 你放开 他都没有做过了 我不让他做 他 对啊 他辛苦了 然后这个是茶树存入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精油 这已经有精油了 但是我想要多放一点 那主要这个东西它会杀菌 然后虫不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那时候我都用这个去种瓜果 那一直到种玫瑰花的时候想说 它有这些同样什么鹿菌病啊 蜘蛛啊什么的 那我喷喷看好了 结果其实是实验的 然后我觉得哇 种得还不错 可是问题是茶树精油用很多 我每次都要100cc嘛 那一次大概喷完这全场 要500cc的精油 所以那个是很大的量啊 那这样成本当然也合 当然不合啊 可是你要给人家安全的东西啊 素菜种就有了 只是辛苦我的体力而已啊 这个好香 你看那个虫啊 它都没有在树上 对啊 因为它都被鸟吃掉了啊 所以我要感谢这些鸟 就想说没有全部都被咬 对啊 因为鸟会来寻田 这些喝茶树精油长大的 焦嫩玫瑰 在甘枝糖的细心呵护下 一朵朵美丽绽放 很佩服它 因为它以前是 是不动手做的人 对 但是它真的转变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吃得了这些苦 对 然后也愿意吃这些苦 我就觉得 就是看到它开始会去承担很多事情 对啊 所以这是 就是会让我很感动 园子里没得遮阴 就怕烈日当头晒到昏头 它只能不停抢快 在最短的时间迅速采收 灰汗淋漓的模样 让人难以想象 它年轻时居然是个奇货操盘手 为了赚快钱 陷入金钱游戏之中 我一天最高赚过301万 一天 用70万赚 然后 我当时有赔的时候 我最高一天赔过166万 但是那不是我的技术差 是小姐打错单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 我没有让小姐赔 所以 基本上都是 大赚小赔 长期是赚的这样 这是我们之前种的树 这个已经种了8年了 做有机要隔绝内外 所以这是外面的围墙 绿里 所以像这边看到的树 都是你自己种的 都我一个 都是我一个 用自己手一根一根这样种下来的 甘志堂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靠着双手 踏实地从事农活 因为从小到大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当个有钱人 我们家很穷 然后我们小时候 我爸爸是一个辛苦的工人 然后 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万多块 都是我跟我弟两个一起生活 那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想要有钱 大二打工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一年要赚一百万 因为我妈要欠赌债 要帮她还赌债 30岁那一年 在弟弟手把手的教导下 兄弟俩靠着短线操作技巧 迅速累积财富 因为她那个钱是一直进出进出 我只知道最高的报酬率有300多倍 对 然后房子 土地 然后生活费 小孩子的教育 这些东西其实 都是那时候存下来买的 但谁会想到 在谷凯翻腾12年后 老天会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她39岁发生这个癌症 我弟就自暴自弃 她说为什么是我 我有做这么多好事 为什么是我 然后她就放弃治疗 就不管她了 我就写一封信说 我小时候很苦 然后爸爸不在家 妈妈欠债 然后只有我跟你 所以 我不需要你死掉 然后她看了之后 她就觉得她要治疗 然后 就这样买了一块地 就开始治疗 所以她现在癌症完全好了 我很高兴 然后 但是我的世界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甘致糖放下一切 转行务农 只为了让弟弟 跟着劳动养生 但她没料到 这个决定 会把她推向万丈深渊 前面的四年 大概种了六十几种 没有一个给活下来 我记得赚最多钱那一天 也不是一天 那三个月 因为种瓜果 都要三个月一起 我印象中最高兴 就是我跟我老婆讲 我们大家赚了 赚很多钱 然后三个月赚一万两千八 可是那个 在我以前 就是可能 一个小时 三十分钟就有了 有一段时间我育婴 我就是留职 停薪在家 也是在照顾孩子 那段时间其实就是 真的是 真的就是说在谷底 就两个人都没有钱 对 我老婆从来不会跟我讲说 你去赚钱给我 没有 她 给她吃什么她就吃什么 她不会咸 老婆只要支持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棒的事 因为她不会给你压力 她说你只要做就会成功 她每次都跟我这样讲 你只要加油就会成功 我说好 然后她就一直要求我 去帮助别人 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就开始会出油 在她挫折感最重 最穷困的老岛时 就只有生命力强的澳洲茶树 带给她活下去的希望 种有机的时候 我一年的营业额 大概五万到六万 可是我做茶树的第一年 营业额就十八万 我第二年就一百八十万了 我第三年就三百万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可以做的 请兵来来来来 帮忙来帮忙 来拿这袋 可以拿上去的来 一看到经由叔叔到访 孩子们热烈欢迎 甘志堂说 只要有空 他就会带着茶树精油 来到嘉义偏乡 疗愈自己 也陪伴需要帮忙的孩子 每一段大概剪成 这样的一个长度 就是大概十到十五公分的长度 然后在做的过程 你们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对头脑很棒 可以刺激你的脑部 精油的味道 对 就是茶树精油的树木 智障的孩子 是天生下来 就已经注定了 他们头脑简单 但是 你假如 要给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会做 还有谁不会做的 都会啦 你会不会做 都会吗 要在看完喔 嗯 来啦 来啦 来做做看 对于从没碰触过的东西 凯凯紧张到不愿尝试 一直躲在后方默默观察 但在甘蔗糖的不断鼓壁下 她终于肯伸出双手 拥抱新食物 好棒好棒 哇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 你很棒 你很棒 你好棒喔 嗯 好啦 嗯 来赶快快点快点来 嗯 好啊 好啊 你好棒 你好棒 他们其实很需要鼓励 那你只要鼓励他 他就很高兴 然后他下一次就愿意尝试 可是如果你把它关在家里 他都不尝试 他永远就会疏离 一疏离之后 他就一直往下退化 这就是做精油的过程 好 我在田里面做 我们在工厂里面做 是更大的机器 这是小的示范机器而已 你再练习一下好不好 好 起名很棒喔 来 正六年来 甘蔗糖想方设法 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家人般 用心照料 他们这个协会啊 真的是我 我看过所有协会里面 最穷 最没有钱的 然后捐赠 没有几乎每个月都三四千 像有一个月 才三百多块五百多块 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们 然后我也希望 他们有人帮助他们 可是就是 没有很多的知名度跟资源 他们就是很辛苦 很努力的自己这样 自己帮助自己 采访当天 孩子们为了答谢金游叔叔 即兴来一段live演出 对他们来说 要敲打空灵谷 弹河酒地 看在甘蔗糖的眼中 更是感动万分 阿甘叔叔 我们跟阿甘叔叔 谢谢说 阿甘叔叔 谢谢阿甘叔叔 家长老了 我也老了 那以后他们怎么办 如果家长走了 这些小朋友怎么办 所以我的想法是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努力的 去成立协会去帮助别人 至少在他们家长不行的时候 我能够稍微做一点事 甘蔗糖深信 存好心做好事 必定会带来善的循环 从云端到谷底 大起大落的人生 让他更懂得 势比兽更有福 唯有内心富足 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您喝过弹珠汽水吗 压下瓶盖 弹珠会滑落 瓶口冒出的碳酸气泡 喝进嘴里甜甜的滋味 是许多人同年的珍贵回忆 在苗栗铜锣有家弹珠汽水观光工厂 老板凌人光用幽默的方式 带领游客互动体验 床内还有各式利用弹珠 延伸出的游戏器材 以及五花八门的造型弹珠 弹珠汽水DIY等等 不只能汽水喝到饱 还能在轻松的气氛下寓教于乐 让老字号弹珠汽水工厂走出一条新路 往里面走 来 车子来了 好 先往里面走 好 好 这个不要啊 这个不要多挑 挑 挑 那个是要用滑的 不是用滑的吗 用滑的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看看 这个 这个 你有想过蛋猪 也可以这样玩吗 那我比较多一点蛋糕 两颗就好了 好 盖子压一下 好 好甜 好甜一点 哪一样 哪一样 还有继续 看到盖子吗 还有两只 妈妈挖的地方很便宜 好 太甜了 妈妈吃太甜了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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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游戏关卡 都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这里是位在苗栗铜锣的 弹珠汽水观光工厂 但与其说是工厂 其实更像是个弹珠游乐场 我们最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资财 你看我们不像一般人把它弄得跟餐厅一样 跟咖啡店一样 跟博物馆一样 我们工厂还是工厂 但是从这个工厂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觉有太多好玩的地方 你非但在产业知识上面 你得到了一些新的启发 你也会觉得这个地方太好玩了 他觉得今天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跟想象中的一样吗 是第一次 第一次啦 什么样 什么样物样 比想象中好 好玩 哪个部分你觉得比较好玩 你觉得呢 滑蛋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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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滑蛋豬 滑蛋豬 现在这个吗 现在这个吗 好帅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各形各样的蛋豬 我们叫造型的蛋豬 没有人想到说 哎哟 蛋豬除了圆的之外 进来我们工厂 可以把它做成 跟麻将一样的方块的 还有各种花朵 甚至月亮 星星 太阳 还有金仪都可以做 这个星星有闪亮吗 有 他还要怀疑来送给你 来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相信上帝 那么今天就暂时相信我 明天就可以怀疑我 这个有漂亮吗 有 有 没有声音送给你 来 来 这个有漂亮吗 可以 漂亮就可以了 来 这个星星有闪亮吗 可以 可以了 来 这个梅花是 你没花 还是我没花 我没花 我没花 什么你没花 你花200块进来 你还没有花 一般的好像是宣导式的 我们常开玩笑讲 好像在练技文一样 那个就太死板了 那些资料我们有吗 都有 其实在网路上都看得到 我们希望你到顺场来 就是不一样 火车里跑这一趟 不是白搭了吗 把小小一颗弹珠 发挥到最大价值 创造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丰富的造型颜色 引人入胜 并用幽默的互动方式 让游客在体验中学习 就连弹珠汽水的制作程序 都变得生动有趣 来 大进水 大进水 有人还闭着嘴巴 大进水 大进水 小排气 大进水 大进水 小排气 排气 最后一次汽水满了 就不要按排气了 然后翻起来 翻起来 大家注意啦 不要怀疑 来 跟我一起说 天临临 地临 地临 蚊子咬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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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差不多了 其实淡珠汽水的制作原理很简单 只需要在玻璃瓶中加入糖浆 并灌入水与二氧化碳后 放入机器倒转 藉由气体的冲力 让淡珠塞住瓶口 一瓶淡珠汽水就完成了 排气 把淡水 排气 淡水 淡水 再多一点 你多一点 好 手手手手 好 最后淡水 好 拿起来 好 拿起来 好 妹妹 让游客有的喝有的玩 还能找姿势 这切成果是灵人光 努力多年拼出来的成绩 它是淡珠汽水工厂的第三代 接手加工事业至今已超过30年 从早期的小型家庭工厂 到现在的全自动化设备 并转型做观光工厂 其实是时事所需 全盛时代应该在民国85年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是闭着眼睛 每天工厂门口都有人来排货 淡珠汽水有一个致命伤是什么 它的新奇性如果稍微下降的时候 销量就会减少 六七年前是一个低潮 因为其他新式的饮料 尤其是手摇杯的珍珠奶茶出现了以后 大家选择多了 选择多了以后 就不见得会喜欢喝传统的饮料 为了替淡珠汽水找新出路 林仁光选择可以直接接触消费者的观光工厂 作为传产转型的方向 我们是边做边学 主要是看客人觉得哪个有趣的以后 我们就去开发 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东西都是外面找不到的 因为都是很特别的 但是它永远是跟着我们的主要严肃 淡珠汽水的淡珠在怎么样在做改变 在每一次与消费者的互动中找寻新灵感 观光工厂里从墙面 楼梯甚至是屋顶 处处都能见到林仁光的用心 我们工厂虽然厂房有一些老旧 但是我们很特别的坚持要让大家 吃的是古早里 吹的是自然风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屋顶都照上黑網 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们整个工厂就跟一个香菇寮是一样的 所以特别的凉快 它同时也在瓶身设计上做革新 这时代在演变 那么也不得不去做塑胶瓶 你像这个塑胶瓶 还是保有淡珠汽水瓶特别的腰身 那么有了腰身之后 最好能够附上开瓶器 所以说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开瓶器 你看 左边 右边 开了以后 压下去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配套 有别于传统玻璃瓶 新款的塑胶瓶 瓶身较高 重量较轻 造型上变化性更大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林仁光还开始做起客制化服务 跟着季节不同或者节路不同 我们也去做了一些 譬如说 这个是圣诞节的圣诞老公公 或者做动物系列 这些都是说不完的 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就穿不同的衣服 所以淡珠汽水的瓶行 你会发觉说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 以前是一个腰就变成两个腰 为什么变成两个腰呢 因为这样的话 更像一个卡通的衣衣 替淡珠汽水穿上新外衣 为传统领料开创新契机 是林仁光持续努力的目标 淡珠汽水它永远是一个小众市场 因为我们卖的不是汽水 我们卖的是包装 我们卖的是文化 卖的是感觉 所以说 它就跟一个 会说故事的老人家一样 它一直在卖故事 但是它没有办法像流行的歌曲一样 一下子很多人一蜂窝的 都喜欢这个 不过它是可以生存很久的 这是确定的 再专一切 大家转一切 春蜴 好棒喔 看看 快 Hee marketplace quantum 太重了 趃螢 太重了 然後什麼都就不讓你碰 所以小孩去那邊其實蠻無聊的 可是我覺得這邊都不會啊 而且它很大方 送中送西下來就很開心這樣 很好玩 很開心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 汽水可以喝到 還有什麼好玩 很多禮物可以喝 很多禮物可以喝 很多彈珠池 可以玩也可以喝 還有Bike 下次還會想再來會 會 慢慢講 想要再回來好幾次 我們這邊來超過十次的客人 已經不奇怪了 小朋友這一趟跟爸爸來 下一趟跟奶奶來 然後把表弟 把鄰居 把老師帶來 常常來的客人其實不少 這個彈珠汽水 其實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那麼我們現在常常講的 要講文創也好 要講創新也好 這個東西還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而且他的趣味性絕對是很高的 每個人都會很懷念 那麼新一代的也會覺得很好奇 很喜歡這個感覺 預備 去 三 二 一 叫叫 讓大人能成為幾年美好回憶 讓小孩能創造新的歡樂記憶 擺脫一般觀光工廠的舊許教條 遊客們在快樂的氛圍中 寓教於樂 惠惠無窮 不像流行 可能過了蜂巢之後就歸零 彈珠汽水 每一個時段都會有一群人特別喜歡 尤其是懷念這個部分永遠斷不了 讓小孩唱一位 氣死神 讓小孩唱一位 祝福寧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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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